主持 謝謝老師 各位親愛的 遠到來的 近來的好久不見的朋友 大家不安 阿拉 怎麼可以吃我叫大勞 怎麼不夠快 我是關招啦 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我今天也不用刀 也不用槍 今天跟你們分享一個很有趣的 叫做空窗棋的故事 什麼叫空窗棋 在猶太人 他們有一種 什麼問題就處理祭師 祭師他好像處理你們家大大小小 無所不做的事 那天有一對夫妻 他就來問祭師 說我們家發生一件很難處理的事 我們有一間同間 可是有五個小孩 我覺得我們家亂七八糟 很難處理 那個祭師說 你去牽一頭羊進去 欸 他就過了一個禮拜 他就回來又抱怨 我們家還是很糟糕 他說怎麼辦 祭師說 你再牽一頭羊進去 他們還是到座 祭師就像他摸的 好像是一個心靈導師 也是什麼樣的 他說了上 第三周 他說有沒有改善 他說不但糟糕 是越來越糟糕 他說你這一周 你再牽一頭羊進去 當然是很可怕了 首先牽一頭羊 又一頭牛 現在牽一頭馬 第三周 團隊夫妻 簡直快發狂了 說我們現在棋子糟糕 我們日子真的很難過 他說我現在 再告訴你一個解決方法 把他們全部都帶走 結果 全部帶走以後 就發生了空窗棋 或許有很多人 對這個空窗棋很納悶 我們來問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 什麼叫空窗棋 你的認知 我們簡單講 也是很對 因為每個人的認知不一樣 我的認知對這個社長 空窗棋 就是一個 一個社長在先一個社長 那時候根本還摸索不到 那個時候是空中 然後他面對的是一種 好像不啥亂 好像不是福利群 可是這些都是我的孩子 各自都是我的東西 不管是牛羊馬好不好 又是五個孩子 同樣住在這個一個空間裡面 假如全部往那些 跑跑跳跳的 還不會脫脫的說人話 全部都改走 我的空間就是小孩子 那時候你才會知道 在亂中有序 然後我們就會有條步子 把他一步一步走 這個指導老師就是一個空窗棋的 告訴你們 這樣子比較好 我不是技師 我也不會叫你們 尖頭牛腿 尖頭羊 可是我只會用完刀告訴你 根本就行不通 你就不要錯 我不會讓你們說很困難 可是真的 這種空窗棋的顏色 能夠帶領到 這麼漂亮的一個社團舞團 相信是很多很多社長 很多很多選到來的社員們 你們都很羨慕對不對 可是我們再來走的 挑戰不是這樣 我要暫時要做一個命令 再而挑戰是因為 我一定要挑到後面 我要給我們這一群新的社長 一個叫做 完全沒有菜單 你們不知道他要教什麼 也完全不知道說 下一個步驟 這個技師要跟你叫你 牽一頭獅子進來 或是牽一頭老母進來 再來的課程 真的很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一定會跟你們有社的課程 這個決然不同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菜單 可是 你說我會怕你 不會 因為我們知道 他肚子裡面有東西 他會帶出來的 或許會給我們一些 空 說你是不是什麼空 什麼叫做我們要鼓動一下 根本不知道 可是這個社會是流行的 我期目以待 下一級的社長 會帶出我們一個不一樣的 任意廣然大陸的新的課程 謝謝各位 謝謝